智慧就像瑟利佛 他是声闻里面智慧第一 还有目见炎 虽然是神通第一 智慧也是不错 他是声闻里面神通第一的 但是即使像 瑟利佛 目见炎 他们智慧这么高 而且充满了 整个眼无底 但是跟菩萨比起来 跟行布尔波罗密的菩萨 的智慧比起来 那这些二圣的智慧 还不及菩萨的百分之一 千分之一 百千分之一 乃至算术辟所不能及 为什么 因为菩萨摩萨 用智慧 度脱一切众生故 底下论 说菩萨摩萨的智慧 有二种因缘 底下列出六说 有二因缘故菩萨智慧 胜过声闻必知佛 第一个 他是知道空 以空知道一切法空 连空也不执着 不执着空相 空跟不空 他能够做平等观 没有差别 他不会执着空相 空跟不空 他能做平等观 第二 以此智慧 为肚脱一切众生 另得涅槃 他不是为了自己得涅槃 自己得涅槃以外 还要怎么样想办法 众生不好度 没法度 也想办法 要让他得度 有这样的智慧 而二圣的智慧 他只观诸法空 注意 二圣 他也可以观诸法空 不过 他不能够观 世间 及涅槃 他是做差别观 他厌离世间 心向涅槃 另外心求涅槃 可是菩萨能够知道 世间及涅槃 世间空相 能够了解到 空当下就是涅槃 对涅槃也不会执着实有 可以去追求 能够观世间及涅槃 既然能够观世间及涅槃 他就不必厌离世间 另外远离众生 另外去找一个寂静的涅槃 菩萨就不需要这样子 下面有个辟欲 前半是在辟欲二圣人 譬如有的人 他想要逃欲 那就穿墙 自己逃走了 后面 他是比喻菩萨 有的人 他要逃脱 这个牢狱 他破坏 中等的锁 不但自己脱离 他也带着很多人一起脱离 这是批欲菩萨 不只自己得度 也度一切众生 处理苦害 另外有两个因缘 胜过二圣 一个是大悲心 一个是波尔波罗蜜 另外有两法 庄严 菩萨的智慧能够胜二圣 一个是波咒三昧 一个是方便 波咒三昧就是 看十方佛现在潜力 这是波咒三昧 因为菩萨 他悟得空的时候 会有一个成空之难 他想要入你版 佛献身 说你的本月还没满 佛的功德力还没具足 这个时候他发本心 继续广度众生 圆满佛功德 还有两法 一个是常住禅定 一个是能够通达法性 法性就是诸法实相 还有两法 一个是能带一切众生受苦 第二个 致舍一切乐 要与乐 要拔苦 还有两法 一个是慈悲心 无怨 无怨悔 没有称悔 第二 乃至诸佛功德 心也不贪拙 像这样种种功德 庄严智慧故 圣而圣 我们怎么知道菩萨很有智慧 就要看 有的人非常聪明 他只是用来骗人家的钱 有的人很有智慧 他来帮助众生 解除人家的种种忧苦 这智慧怎么样表现出来 替众生受苦 或者有般若 有方便 有大悲 用这种种功德来庄严 所以有句话说 以般若色导万行 般若是引导 万行的引导 可是要用万行来庄严般若 同样的 比如说两个人智商一样 其中一个有慈悲心 他多做利益众生的事 一个人 他虽然智商也一样高 但是他只顾自己 所以要借着其他的悲 功德来庄严智慧